今天晚上世界日报重点带您抢先来看 这一次除了大指之外 在新北市三重的大同南路 这里有一户民宅在进行灌浆工程 却发生了水泥灌破民宅 导致整个屋内全部被水泥给灌满 包含墙壁还出现剧烈大洞 另外也因为大指的楼塌让人人心惶惶 哪怕自己也遇上这样的问题 其实现在排除掉人为疏失 全球专家都说各大城市都在地层下陷 包含超抽地下水都和极端气候有关 以及美中现在是掀起AI大战 美国国防部将在未来两年内开发部署一套 跟AI人工智慧有关的自主性武器系统 又来抗衡中国的威胁 而说到大战 在沃尔开战之后 SpaceX的执行长马斯克就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 维持乌克兰的通讯 但是最近作家却说 其实马斯克曾经在乌军要攻击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时候 居然把星链给关闭 导致乌克兰的无人机失效 原来是因为马斯克担心 普丁会动用核武 让原本的克里米亚变成珍珠港 一声巨响 无人机乍向移动位于莫斯科的住宅大楼 近几个月 乌克兰出动无人机 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发动攻击 俄武战争开打后 乌军通讯主要依赖SpaceX提供的星链服务 作家艾萨克森在即将出版的 马斯克传记中揭露 马斯克曾在乌军要攻击俄罗斯黑海舰队时 偷偷将星链服务关闭 让乌克兰水下无人机失效 外媒指出为此美国官员 以及乌克兰副总理费德洛夫 都恳求马斯克可以恢复讯号 不过马斯克担心攻击俄军舰队 恐怕会让俄罗斯动用核武反击 马斯克甚至害怕克里米亚会变成迷你珍珠港 这起事件显示马斯克在俄乌战争里的独特角色 无论是否有意为之 马斯克都成为美国官员眼中无法忽视的一个人物 东森市美国际中心 送合报导 也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 大家都在想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两岸之间的战争呢 好 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在六号接受电台主持人专访时就被问到 如果台海发生了战争 你美国会不会出兵协防 他直接回答了 他说如果是自己当选 中国绝对不会犯台 他很有信心 另外川普的对手拜登呢 最近也在积极地准备这个竞选的连任 不过因为他的高龄问题始终备受质疑 而副总统贺锦丽被追问 万一拜登接下来因为高龄 没有办法执行职务怎么办 他说他随时准备要接任 美国前总统川普积极搅逐总统大卫 美中关系也是外界关切焦点 近日在电台专访当中 川普被问到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愿不愿意写防台湾 他居然如此回答 直白的说法也让主持人继续追问 到底会不会下令出兵 川普始终没有提及他会怎么做 中国才不会攻台 让政治评论家认为川普是在暗示 他不会出兵介入台海战争 多次重申 当了总统中国就不会清台 是为了明年总统选举 而他的对手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 同样努力想获得民众的青睐 不过因为年纪备受质疑 副总统贺锦丽 最近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也被问到这个问题 记者表示 万一拜登没有办法执行总统的职务 贺锦丽是否准备接任 他是这样说的 不过CNN公布的独立民调显示 最新的数据看得出来 拜登的施政满意度只有39% 而拜登和前总统川普的支持率 都落在35%左右 高达七成的选民对他的高龄有疑虑 明年能不能选上 总统目前还很难下结论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近期也是天坑平传 包含全球的城市都有 排除掉建商的问题 人为的因素 其实国际专家都说 目前的气候的确 因为人类超凑地下水 地层下陷 都和极端气候有关系 我们就以美国纽约来说好了 整个城市都在塌陷 为什么这么说呢 美国纽约至于这里 有超过100万栋的建筑物 总量其实是超过1.7兆公顿的 在大量4700多栋帝国大厦 压在这个城市的地面上 你想想看 这个海平面有没有可能上升 地层有没有可能下陷 专家研究是有可能的 每年平均下沉2厘米 不要觉得很少 因为每年都在下陷 地层下陷又遇到气候变迁 导致海平面会再上升 专家就说了 纽约的未来很有可能是完全沉没到水下 而除了纽约之外 其实全球各大的一线城市 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12层楼高的建筑瞬间倒塌 并除掉建商术师 有专家认为地层下陷 其实跟极端气候也有关系 纽约市拥有庞大的水泥建筑群 室内五大区共有超过100万栋建筑 而将水泥金属和玻璃的结构算一算 总重量是达到了1.7兆公顿 相当于4700栋帝国大厦 压在这座城市的地面上 地址往下沉 海面又往上升 导致纽约每年平均下沉 1到2公里 可以说气候变迁加速了纽约的沉没危机 其实不只是美国海岸 面临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 也有沉没危机 而我们所身处的亚洲 当然也有相同的问题 印尼亚加达也被列为 未来最有可能消失的城市之一 亚加达之所以会以惊人的速度下沉 部分原因是过度的开发 大量外来人口涌入 造成了水资源缺乏 又过度抽取地下水 导致地质松动 地层下陷 全球气候问题加上过度开发 对沿岸的城市有着致命性的冲击 社会飞快发展的同时 或许也该停下脚步思考 如何和大自然和平共处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不过想必很多人会把环境的问题 放到最后 而是在抢军事 在抢科技大战 美中现在掀起的叫做AI大战 AI有多夯 有多少人是靠着AI致富的 我们就来看到我们的AI教父黄仁勋 他最近卖出了8.91万股票 套现13亿 那么也导致于它的股价下跌 挥达超过40美金 那么专家认为这应该是黄仁勋自己个人理财的操作 但显见什么 AI真的是赚大钱 他卖的股票套现13亿 美国现在也在积极地发展AI要对付中国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到美国国防部最近在两年内 他们研发了一套以AI技术为主的庞大自主武器系统 要来抗衡中国的威胁 这样的计划打算要耗资数亿美金 开发一系列着重在小巧 智慧低成本的系统 要协助打仗 用AI打仗其实很常见 但是现在中国怎么做呢 除了现在美国打算靠着复制者抗中之外 中国其实老早就使用了他们的AI 深层去操控社群媒体 比如说声威技术 比如说Deep Fake 他们把美国的主播 移在他们的中国主播上面 不断地去宣扬一些反西方文化的言论 企图煽动美国选民的不安情绪 美国国防部宣布在未来两年内 开发部属于套以人工智慧系统运作的 庞大自主武器系统 目的是要抗衡中国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日前说明复制者计划的细节 定出两大目标 强化和阻力 并且在爆发冲突时确保美国掌握优势 复制者计划将耗资数亿美元 未来的18到24个月内 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机 无人艇 耐消耗的自动武器系统 开发出一系列着重于小巧智慧低成本的人工智慧系统网络 人工智慧在军事上的使用已经出处可见 但外界最担心的就是这样的技术 人类能拥有主控权吗 电影当中科技背叛人性的剧情 连科技质子马斯克都曾提出警告 在人工智慧发展出自主意识之前 光是靠辅助功能就能让世界翻天覆地 资讯战成了新世纪的最大战场 中国在舆论阵上走得很前面 微软最新报告发现 今年3月以来 中国官方控制的社群媒体假账号 就利用生存式的人工智慧技术 操弄有政治色彩的内容 煽动影响美国选民的不安情绪 外国脸孔认真的诉说新闻内容 但仔细一看就能发现声音和画面不同步 微软发现这些社群媒体账号 意思是中国资讯站行动的一环 最新报告凸显极度令人担忧的社群媒体环境 尤其美国人正准备进入2024总统大选 美国政府指控俄罗斯以隐蔽社群媒体活动 暗地干预2016年大选 并且警告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也会加入试图影响未来的选民 人工智慧能在州也能翻船 这场看不见的战役已经无所不在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海面上又剑拔弩张 这是加拿大的皇家海军巡防舰 正在印太区域进行巡航 然而和美日的海军结束 共同军演之后 却在东海的公海海域 三度遭到中国驱逐舰挑衅 加拿大海军说 其中一次共军还直接发射雷射光 导具士兵的眼睛不适 而现在海面上各自结盟北韩呢 北韩在经疫情爆发之后 其实他们的军事还是不断在发展 最近平壤政府就开始砸钱狂射飞弹 还有开发军武 引发外界质疑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即8月下旬遭到南韩踢爆说 其实北韩已经造假过一次咯 他们造假自己的发射巡航导弹 那么这次又公开了第一艘的战舰核攻击潜舰 也是风光的下水 随即遭到南韩打脸 说这样的核简舰看起来根本就无法正常运作 照上北韩国旗的超长舰艇 从港口移出停泊水上 船身上标示着第841号 海军士兵列队等候最高领袖金正恩抵达 亲自主持这场 北韩第一艘自产战术核攻击潜舰 金军玉英雄号下水仪式 北韩抢在政权成立75周年之际 公开核潜舰大秀军事肌肉 金正恩也指出 这将作为对抗美国核动力潜舰的战斗力 未来将派驻巡逻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 专家根据照片判断 北韩的核潜舰由俄国的罗密欧级潜舰改良而成 拥有四个大型发射管和六个小型发射管 可以发射携带核弹头的前射弹道飞弹 还能发射核鱼雷 看似在海军实力上有大进展 但南韩军方立刻揭开北韩风风光光的假面具 南韩初步判断和俄国罗密欧级相比 可以看到北韩核潜舰的舰桥比俄国的更突出 可能就是为了增设原本没有的远程前射弹道飞弹发射管 但南韩认为这让潜舰看起来不能正常运作 北韩恐怕有夸大不实的成分 但虚张声势北韩早不是第一次 8月下旬北韩号称 金正恩视察警卫舰的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 却遭到南韩官员踢爆 北韩当天发射的只是射程不远 威胁不大的舰对舰导弹 因为警卫舰只是小型舰艇 根本不可能发射战略巡航导弹 而且当天也并未命中目标 因为平壤政府并未像过去一样 发布导弹命中标靶的照片 而北韩造假也不限军武 据传金正恩就有12个替身 身材暴瘦 皮肤发光 这样的金正恩外界好不习惯 2021年北韩建国73周年的阅兵仪式上 身影一个月的金正恩 身材明显较过去销售许多 当时学者就直指 金正恩12个替身当中 这个跟本尊最不像 但当年南韩当局指出金正恩 只是努力瘦身并未使用替身 不过在北韩关上的门背后 外界也难以摸透发生什么事 只能物理看花 抽丝剥茧 并根据金正恩过往的习信 对所有资讯打上问号 东西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 现在香港地区降下了百年来的大雨 整个城市陷入停摆 外界质疑是因为深圳的血库血红 而提前16分钟通知香港政府 他们完全反应不及 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淹水 由于连续降雨 深圳水库水位已经接近信限水位 深圳水库挡不住超强雨弹不断狂炸 7号晚间11点多通知香港政府 将在8号凌晨泄洪 靠近深圳的新界地区要严加戒备 但未在下游的香港同样被暴雨袭击 不断传出淹水灾情疑似就是因为 泄洪前16分钟才被通知 短短时间根本来不及准备 才让全程泡在水里几乎瘫痪 香港马路变成激流 滚稳黄水不断冲击继承车 强力水流让车门根本关不起来 司机只好先缓缓驶离 同样困在暴雨中的还有他们 我有没有好车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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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香港天后荣祖儿和好姐妹阿萨 开车回家途中遇到轻盆大雨 车身两边水花四溅 生怕熄火边开边尖叫 香港从7号晚间11点起 一小时内香港天文台测得 时雨量158.1毫米 是香港139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目前已经累积至少2死14伤 其中在铜锣湾避风塘和上环信德中心 分别有两名男子坠海昏迷 松衣后抢救不治 连续超过15小时黑雨警报 让香港整个停摆 不只学校停课 股票交易所也暂停买卖 大部分交通工具暂停营运 就让不少香港人联想起 8月上旬河北卓州 同样在泄洪后被淹 外界质疑成为保住北京的牺牲品 这次洪水重创香港 也令人怀疑是不是故技重施 保身寸 弃香港 东森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导 本集完 谢谢大家